不讲道理嘛 建成 你就顺破价 打退党股算了 米尔顿 我问你 你们英国公司的预算 怎么才五百万两 预算是老科斯先生 打的 他这儿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 没有算买 火车的钱 火车的用一百多万两 你看看 先扫爆 把工程捞到手里 以后不就任他摆布了 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 而且牵扯他的事情 又那么复杂 朝廷里像善其那拨 王公贵族 就借着这个口石 押员工保一把 要他的好看 员工把不服气 就往你卷尘身上推 就算你这回能顶住 下一回那些王公贵族 再给你出难题呢 对了 伯爵 你可是圆工保的红人 你说说 他圆工保顶得下去吗 这个 无可奉告 这 去 当然了 我看 不过 这回卷尘真的被老袁给坑了 什么话 圆工保一起修金章铁路 也是为了推行新政 他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凭信尔论 圆工保也是出于不得已 他原来对金章链的安排 也是费了一番心思 江城 好了好了好了 这事就不要再谈下去了 我看 伯爵不是劝我们都投奔到他那去吧 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 是啊 我那条越汉铁路 再从广州修到汉口 可能可是不少 可是总比你那个金章铁路 没那么复杂呀 卷尘啊 就算是帮我一把 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 都是给咱们中国人挣口气吗 再说呀 广州 可是你的老家呀 是啊 去真也盼望得回广州老家呀 现在立即该红了吧 琵琶香蕉也该上市了 是啊 还有何谓田螺请贼周啊 中秋月圆之时 我们四位老同学到莲花山上一醉方休 这是何等的雅势啊 好 我姑妈也全长成长别去金章链 我说不夫人有信给我 你为什么不早给我 我姑妈一座蛋糕 九少年里 我也很想念他呀 他还为你收集了一些 美国报纸上 有关金章铁路的报道 是吗 真的 你看 金章铁路这样的旷世显宫 在欧美各国 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 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 我看 金章铁路在国外 反响很大嘛 来看看 还有一份什么报纸 东风涛说不 他不想画了 不必干 不给我 我要看 他不想画了 不我一定要看 他侮辱人 侮辱人 他侮辱人 有见解 真是一针见血啊 我看看 先喝 给我们念念 好 在中国 能修金章铁路的功臣司 还没有降生呢 这 这侮辱人嘛 这太过分了 好热闹 大家都谈了这么久了 肚子也该饿了 来 大伙儿来尝尝广州的沙河粉 是否点饿了 好香啊 这种报纸 回来吃吧 我先一个 好香啊 来来来 吃沙河粉 尝尝菊枣枣的沙河粉 对啊 卷筹 一言为定 莲花山 河卫田龙 河卫田龙 好耶 我们中国人 不能丢这个脸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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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urg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llow their students to stay, but to no avail. We hope you can show people once again in this farewell game Chinese students' bravery, vigilance and steadfastness. Bravery, vigilance and steadfastness. Chinese students' 卷成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菊子 我想 我们广东是不是不去了 怎么又变了 你自己决定的事情 就是十两马车都拽不回来 菊珍 我呀 我反正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命哦 金正路 从南口到岔岛城这一段 峰回路转 群山结账 铁路沿着他们盘旋而上 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费的 为了争取我们修路的自主权 只能重新筹划 另外考虑一个可行的办法 来 没事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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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抬着我的键盘 用力 小心 小胡子不行 我飞 够了 如果利用青龙桥的山谷地形 来来来 我有个想法 用枝子形绕开这座大山 从青龙桥直通八达岭 我们到那边去打随道 长度可以缩短一半 那就不必走盘山路线了 对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盘山道的做法 真的 用枝子形的办法 我们可以大大的缩短 我们的施工工期和造价 你也要不要接我 你也不要接我 你慢慢接我 快了 你慢点 慢点 到了 快到了 你们看 这没想法 还有 来来来 来来快快 哎呀这没想到关沟的山这么高啊 就快到了快到了 多大工程啊 哎呀王爷 非要成能 不找洋人 自个能修吗 哎呦大人 哎呀哎呀大人 哎呀这山 怎么过法 只能设计从这里 一直往上走之自行 这样施工时间和经费 都可以大大的节省了 走之自行 通车后 需多备一辆机车 以便上下坡道时 前拉后推啊 行吗 我已经跟美国波德文工厂 和培尔匹克公司 以及几位在美国的老同学 都去了信啊 我要他们提供 适合大坡道上运行的机车资料 我倾向于马来机车 它功力大 额定引力 是四万两千公斤啊 不过 这些都好办 真正的困难 是在那边 在巴达林那边 需要打一条 三千四百五十英尺的隧道 我们经费困难 无法多买专用设备呀 实在不行 就找英国人 再商量商量吧 贡宝大人 不必找英国人啊 我们自己 何以想办法 你说詹天佑 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我看还是找英国人来 更妥当吧 这吗 他说呢 这办法 是从美国那儿学来的 美国呢 用这办法用了几十年 没出过什么差错 买机车 要是钱不够的话 再批点吧 你反过头来 再交给英国人 那俄国方面该怎么办呢 上次 俄国大事 已经明确表示了 你要交给英国人 他们绝不答应 要是硬不卖他们的账 就怕北方国界 就没太平日子了 你替我把这座鸟鸣宫 送给詹天佑 这是太后赏给我的 以后 你多注意她一点 来吧 来吧 拜订